我们来看这是图火掌 勤劳有活力 表面不拘一格 内心是一个传统的人 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 富有正义感 这点从哪里看出来呢 是从第一火星球 就是虎口这个位置 比较饱满高度可以看出来 比较有正义感 我们看同时这个地方呢 又延伸出一条决定线 但是这个决定线 出现了分叉 表面上果敢 内心的犹豫不决 从文络来看 生命线呈现出 先苦后甜的格局 前期倒闻丛生 小时候家庭环境一般 学业受限 所以起点不是很高 后面进入婚姻当中呢 也是相夫教子的角色 但是看事业线初期很强劲 自己也不甘只围绕着家庭转 事业心还是比较强的 但是迫于自己起点不高 只能依赖于丈夫 值得注意的是啊 在事业线中年的时候出现断开 同时期呢 智慧线也出现倒闻 说明这个时期啊 家庭负担变重啊 子女教育费啊等等支出越来越多 给自己增添了很多烦恼 影响心态 内心内股事业劲啊 呼之欲出 另外在第二条事业线即将出现的时候 有一条影响线刚好接触到事业线 这条影响线叫帮扶纹 也可能是婚后桃花 总之呢 对事业是有帮助的 那么另外我们看这个在感情方面 感情线的锁链纹比较重啊 在婚后呢 感情方面是小科小半比较多 大问题没有 只是呢 前面提到的影响线可能是婚外桃花 但是呢 对事业有帮助 可以利用 但是用用情陷入 就是说不要陷得太深